而总统蔡英文卸任之后首次公开行程 这回受邀出席嘉义市芙蓉酒店开幕仪式 至此的时候蔡贤总统还笑说遛狗的时候 也被人拍照 直言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头 而这场活动不少蓝绿药角都出席 共同为这次的剪彩活动送上祝福 请用钱 前总统蔡英文进行剪彩活动 脸上挂满笑容 现任后看起来有好好休息 面带笑容神清气爽 这回可是蔡贤总统首度公开现身 嘉义市芙蓉饭店参与开幕仪式 表示这段时间都待在家里 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还是照稿念 不过仔细看他一改过去执政八年的招牌发型 顶着包伯陀亮相 而蔡贤总统也邀请大家一起担任台湾观光大使 这次的活动不少蓝绿药角也都出席 包括嘉义市长县长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曾升为国策顾问 现在投资这家酒店的五宝田都共同迎接酒店开幕 同时蔡贤总统特别提到嘉义的小火车是新的里程碑 而前总统蔡英文其实在卸任前一周九层造访嘉义 感谢嘉义人的支持 强调毕业前一定要来嘉义 如今首次的公开行程也先献给了嘉义 记得三十五加一报道